它主题何者是非专性免疫 一一看 第一道防线跟第二道防线都是 如果是第一道我就写第一道 像这个皮膜组织及其分泌物 第一道防线 注射疫苗是第三道防线 发炎反应是第二道防线 排斥是细胞免疫 第三道防线 托施作用是第二道防线 好一跟二都属于非专性 所以答案有一二二 所以答案就是A C跟E 第三道防线就是后天的专一性免疫 排斥就是外来的细胞 比如说做器官移植 它进来了 你的包毒T细胞就会把它杀掉 所以器官移植时产生的排斥作用 就是细胞免疫 你的包毒T细胞 把外来的细胞杀死 那个过程就叫排斥 因为你把外来的组织杀了 排斥它 所以组织杀指的 器官移植时的排斥就是 细胞免疫 包毒T细胞执行的 好